可能是柚子刚采摘下来 柚子水分多 味道发酸发苦 将柚子放置在阴阳干燥出10天左右 柚子的水分蒸发后 糖分就会增加 就不会发苦了 或者是柚子采摘时 还没有完全成熟好 所以味道苦涩 那么把柚子和一些成熟的水果 比如苹果 香蕉 你等一起放置几天即可 也可以不直接食用 将柚子切开 把柚子肉包下来放入碗中 然后加入酸奶和其他一些别的水果 做成水果沙拉食用 还有一种情况 就是柚子变质的引起味道发酷 那么这个时候就不要吃了 直接丢掉即可 在智能量有什么地方 就不要吃了 但这种感觉 是什么问题 是什么原因 感谢观看